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按個訂閱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中的頻道 今天我們繼續玩Monster Hunter Rider 自從這個半週年大型更新之後 接著就是這個新的更新 我覺得新的更新對我來說也挺有意義 因為看著這個遊戲慢慢的成長 他不跟平時的遊戲不停推出一些復刻的活動 復刻的蛋池 今次更新就比較有誠意 誠意點是有新蛋池和新關卡 我也深信之前說疫情關係導致更新緩慢 所以今次的更新可能會準備多一點元素給大家玩 我們可以看看今次更新有什麼特別 今次這個活動其實也沒什麼特別 也是打一些活動關卡 但是其實遊戲裡面有很多不同的CG圖畫 可以給大家觀看 例如我們先看其中一張 第六話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像我這樣看遊戲裡面的動畫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就是趕述他們拿了一顆記憶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就是趕述他們拿了一顆記憶 然後把一些海盜 返回他們的地方 不是海盜 應該是我們的主角 然後就說 啊 遇到他們真的好啊 然後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啦 故事大概就這樣啦 而今次的蛋池有個特別的位置就是第一第二次就是400水晶和600水晶 第三次和第六次都會五星確定一隻角色 四至五次就會送贈品50個 除此之外我們也有三隻指定的角色 這三隻指定的角色是會提升我們的獲得道具量 另外還有雷羅龍亞種的提升 所以大家如果要打這個關卡 就盡量用這幾隻角色就會最有效來刷這個道具 我們可以看看這次的任務 這次的任務其實都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用玉羅龍 和獲得道具的次數 趁著現在的體力減半大家可以努力去刷 加換鎖就會有一隻免費獲得的新角色 都是建議升到70級 因為會有任務是需要解的 其他就是換這個卷 玉羅龍等等 而上次有一個伏克的交換鎖 大家都記得換回 因為它是有個時限的 我們看看這次的蛋池 這次的蛋池其實也挺有看頭的 因為有 這次的蛋池也挺有看頭的 兩隻水屬性角色 這兩隻水屬性角色 也是用一個海盜的形式去登場 第一隻就是金獅子女角 海盜版 大家看到它的屬性 攻擊力也有719 在現時來說 攻擊水平也是可以去到頭五位的一隻角色 而這隻角色有一招技能器吸引 就是70SP 140威力 攻擊四次 簡直是560傷害 在560傷害之外 還可以提升它的攻擊力一個階段 發動條件15% 是非常吸引 另外最後大招就是60SG 威力65 都是打4個回合 但它會有一個副帶效果 令人濕身 所以整體來說 這隻水屬性的攻擊技能 都是很吸引 吸引過水大劍 另外特性就是提升我們活動關卡的入手量 以及開始的時候 SP量會回復 水屬性的攻擊力強化 開始階段 90%會提升自己攻擊力一個階段 當對方濕身的時候 額外增加傷害10% 以及自身HP75%以上的時候 攻擊力提升8% 而這招特性加8%的攻擊力 都是非常吸引 整體來說 大家沒有水大劍 這隻金獅子女角 都是比較推薦大家去抽 另外就是水的態度 水態度也是有些加防的技能 最吸引也是這招的單體技 70SP560傷害 就不同剛剛的金獅子女角 這隻角色是一體技能 在威力方面 其實跟金獅子女角都是一樣的威力 最後大招全體人員提升防禦力一個階段 整體來說 最吸引也是他的攻擊技能 70SP560傷害 另外還有一招 就是50SP 365傷害 相比之下 70SP這招技能性能會大一點 另外特性也有提升水屬性的攻擊力 攻擊力提升5% 開始的時候 有10%提升自己攻擊力一個階段 以及火傷耐性提升30% 相比特性來說 這隻角色的特性就沒有那麼吸引了 如果大家再留意他的屬性 他的屬性也有724 也是非常吸引 以及他的速度也是目前最高速度 所以這兩隻的打手 攻擊力屬性也在頭5個位置 最後一隻也是奶媽角色 提升自己的智慧和回復階段 我就覺得不太吸引了 如果大家沒有水屬性角色 這個pool也是挺適合大家去抽 而且他的外觀也是不錯的 對 另外就是炎黃龍關卡 四天之後就會開放中級 大家記得打多一點認證 提升炎黃龍每天的次數 打次數也可以透過這三個關卡 獲得認證 大家的目標當然是打到2000 當去到2000的話 我們每天的次數就可以提升到5次了 那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 歡迎按訂閱按鈕 喜歡的按LIKE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